大家好,我是Sandy 从上一节课开始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Android的UI这一块内容 而这块内容我没有一上来就跟大家去分享 每一个比如说Button,TextView,每一个空间怎么样的去编写 而是跟大家探讨一些说在前面的话 这个就包括了我们移动设备的界面设计的共性 还有就是我们要牢牢抓住我们的View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同时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我们UI组件学习的2加1的这个原则 其实就是两点 一点就是界面怎么呈现出来的 在这儿肯定有个扩展 就是除了呈现它自己 也要考虑一下它的一个layout的布局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Android的这个界面的事件机制 昨天我已经通过一个例子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呈现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吧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继承了View这样的一个类 并且去重载它的这个Android这样一个方法 对 那昨天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那么Canvas这一块也没有给大家讲的很详细 后面我会稍微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继上次课程的内容之后 我们要讲一下Android的界面的事件机制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来设计Android的这样一个系统 你会有哪些事件呢 点击 点击哪儿呢 点屏幕 点屏幕 点按钮 还有呢 还有什么滑动啊 应该滑动还是屏幕 多点触控啊 对多点触控 按钮按下去然后弹起来 替我们又多点触控啊 他啥不用了啊 这样 immunized在什么时候 我们有点制 Mount 点击 点屏幕 点按按钮 多点出口 还有滑动是吧 滑动 那么还有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键盘 有的时候 有的手机是有键盘的 对不对 keyboard 那么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都可以 在我们Android里头 其实我们都可以 把它堆一下类 实际上在我们Android里面 只有三类事件 一类 就在我们用户界面上 在用户界面上 其实只有三类 一类是称为我们的key event key event就是 跟我们的硬按钮 有关的这些事件 什么叫硬按钮呢 back back home 还有我们的键盘 keyboard 这些内容 这个键盘是指 我们的那个 硬键盘 就是比方说 像里程碑一样 它的这种滑动 滑出来之后 那里面有个硬键盘 有的机器还有search 那么以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叫dpad 对吧 五项按钮 五项按钮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key key event 那么第二类叫touch event 就是触摸事件 那么触摸事件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 就是点击屏幕的事件 点击包括拖动 包括短按一下key down 就是它的这个touch down和touch up 还包括什么拖动啊 什么多点触控啊 还包括什么lunclick 对不对 长按 这些都在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touch event 第三类叫trackboard event 这个是我们的轨迹球 这个用过用过我们的诺基亚的机器的朋友就比较熟悉 就是有一个轨迹球的 有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有这些手机有轨迹球 那么它也会有涉及到一个输入输出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安卓的机器 是不是基本上都没有了 而且现在安卓的跟苹果是一样的 在简化按钮的个数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 连这个什么五项按钮都全部消失匿迹了 事实上现在很多手机都没有五项按钮 可能再不远的将来 我们搞不好别到时候连个back都没了 可能就只有一个home了 可能home都没有了 我就见过一些手机和平板 home键是没有硬按钮的 一直放在它的软件的左上角 抬头的左上角 所以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不光顾它 我们想象一下 实际上我们要掌握好安卓的界面实践 我们就要掌握清楚这两类 一类叫KInvent 一类叫我们的Touch Invent 这两类事件我们是很容易去理解它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了解一下 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 我们的界面事件是如何来进行触发的呢 是如何来进行触发的 事件触发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扩展view的时候 回掉了 回掉事件函数 比方说 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的例子 这是我们昨天定义的一个view 我们回掉一个函数 on 看到没有 on key up 我们可以回掉一个on key up 在这里面去写我们的事件方法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叫什么呢 叫注册我们的事件监听器 那么他们 这个注册事件监听器 我们用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就比较 没什么好说的了 像什么con on click set它的一个事件监听 对不对 那么 他们的一个区别是在什么呢 它是内部的 它是在内部的 它呢 是在外部的 往往我们是要在外部 去定义这个事件方法 这个执行的时候 比方我们在activity里头 对不对 要定义某一个view这个对象 它的某一个事件 那我们在外部是没法去 干嘛 没法去重载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外部就只能去设置 设置一个监听器 去监听它这些函数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大家就要去理解 但是 如果你当前 你正在写你的自定音控键 既成于某个自定音控键 那当然就可以从内部来进行一个实现 有疑惑 有疑惑可以随时问 这两块也都比较简单 那么问题是 问题就来了 我们下面 开始 要点击 我们先来跟大家实现一下 先跟大家 来实现一下我们的 这样的一些事件 我们通过 首先 外部的设置监听器 这个比较简单 待会我们也给大家设一下 另外的话 我们 重点看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回调 在view的view里面 去实现这样的两类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去做一个key event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机制 后面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后面所有组件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事件 对不对 那么那些事件 全部都是由这两类事件衍生出来的 所以 万变不离其中 就拿这来说 我回调两个 一个是key event 才要触摸屏幕的是什么 on touch event ok 这还有一个轨迹球的 我们用上 这个是点击按钮 或者叫点击键盘 那么我们来研究一下 on key app on key app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view里面的这样一个on key app 它传入了一些参数 如果刚开始遇到它不明白 我们就来看一下官网 找到view这个类 通过reference 按照类的索引 找到它的on key app ok 在这里 他说定义了这样的一个key event的这样一个实现 去执行什么呢 执行 像类似于我们dpad的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按钮 enter啊 这些按钮释放的时候 对吧 执行 那么它传入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key code的 就key code的顾名思义 就是你哪个键被按了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那么另外一个参数叫event 就是你按了的这个事件是什么 按了的这个事件是什么 那么它这下面也有一些定义 那么返回这是什么呢 如果你处理了这个事件 则返回true 如果你 你希望它被传递 被传递到下一个接收者 后面我会讲 关于我们这个事件传递 什么叫下一个接收者 那么你就返回一个false 返回一个false 让我们再来做一个判断 ifkey code等于 ifkey code等于 key event 我们看一下 这些就是key code key code在这里命名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25ask 包括什么abcdf1234567 还有它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一些按钮 比方说back键 但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一些ask 比方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按了 比方说这个是select start 但我们现在很多都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键了 call camera拍照 按了拍照会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五项按钮的 比方我按了一下 我们五项按钮的中间 这个的意思就是dpad 当我们现在按了的按钮 是我们dpad中间的这个按钮 并且我们看一下event event 有什么样的一些event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有一些action 就在上面 它的event比较简单 就这三个 就action这三个 我们看了 一般跟这种 叫什么什么事件啊 什么什么动作相关的 那无非就是action开头的 这样一些常量 它定义的 一个是down 到底是被点下去了 还是多点 还是up 那我们目前本来就是unkeyup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用它 以后用到多点触控的时候 如果按了中间这个按钮 则我们打个log center click 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这里为什么要用click 大家想象一下 因为这样子一种方法 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后面 八字的那个click 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click 如果我们的一个空间 它原生的这个view 我们看一下它重载 我们重载一下 看一下有view unclick 对啊 因为你按一下 最终是要弹起来的 那个是unkeydown 你按下去的时候是unkeydown 你放开就是unkeyup了 所以 所以这个我待会也会说到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unkeydown 会有什么样一个反应 因为unkeydown 你按着不放 它那unkeydown会不断地执行 这样子容易出现 因为它要判断 你比方说 很多时候我们长按 就是靠这些东西 就靠我们unkeydown的这个时间节点来判断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我只判断一下unkeyup 因为unkeyup它没有一个持续性 没有说一直up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unkeyup来标识 它是否是点击了一次 对不对 OK 我们就这样子来给它打一个log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希望它传递到下一个接受者 你就可以给它返回主意处 第一次启动稍微点慢 顺便说一下 这个思维导图 这个很有意思 今天我在北风网看到 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Android的基础课程 好像有400个学士 很猛 然后那个老师蛮有意思的 那个老师是我问了一下 是北风网的全职讲师 然后那个老师的课程 其一也是用思维导图 也改用思维导图 然后其二 他的那个课程阶段 跟我的课程阶段很像 而且最近我发现好几个 讲开发的老师 都改用思维导图了 我在想 我会不会掀起了 这个讲课的时候 用思维导图 这种浪潮 非常有意思 思维导图好 OK 打开了 好 我们来点击一下 我们看一下怎么没有打出来的 Custom view Custom view 你要点那个 我想那个 从中间那个才行 噢 晕了 sorry 点一下这个 OK大家发现了 我们这个log没有打出来 我们在点击这个五项按钮的中间这个键的时候 这个log并没有打出来 问题在哪里呢 想象一下 实际上我们现在他给他加载了 给他画到这个界面上面了 他作为一个空间而言 他当前是没有焦点的 比方说就好像我们在那天给大家演示一个例子 我现在要按上下左右来移动他 当前这个空间没有焦点 所以我们这些按键是不是有可能他就不知道去移动哪一个 然后那么 所以我们先给他设置上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是必须的 待会我会再讲一下事件回传和事件分发里头 我会讲到为什么他需要焦点 好 我们在他的create在他的构造的时候给他设置上焦点 设置焦点可以用set focusball 给他设置为true 再设置一下在屏幕上面出发的时候 in touch模式也是一个焦点 这两项给他设置上 那么他在构造的时候 他就会有得有他的这样一个焦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击 他的一个效果 点一下这个五项按钮 大家看这个logo就打出来了 center click的 现在我们模拟的效果 我们现在模拟的效果就是一个unclick 那么你完全可以 不是unclick 我说错了 就是一个我们当前这个center 这个按钮的这样的一个点击 一个press吧 那么想象一下 如果我自定一个空间 我能不能在这给他订一个 订一个什么函数啊 或者通过一个什么监定器 比方说我给他订一个什么uncenter ,click 然后你在这去调用一下下面的那个 那么我们到时候 直接不直接调用 我们通过一个监听器的方式来调用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定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吧 所以大家有了这个 你就应该知道 ok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这样的来做的 那么同理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的屏幕点击的这样一个事件 OK OK 感谢观看